中央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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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病人 他来我这里的时候 是高雄 这是他儿子 因为他本人 不能说话 所以希望他能介绍 他的情况 我 在今天中央医院的时候 他 不然觉得 脸色发本 不知道觉得什么 后面到百个 那个 医院去做了个检查 检查得了一个高血压 已经达到两个 整了不掉一段时间 在医院等了一半个月 但是有点 当时有点消化 后面回来了 过了大概有 五多月的时间 又那个高血压 又上涨又达到那两个 平均都在一百八左右 后面进行过 一个朋友 他说 你到那个 中央医院区 看下了 在哪里 村中有的 但 吃了可能有点小股 后面我就到 满目的跑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哪个医生 后面我就找到了 泡面线 画泡面医生 好 他就 跟我来接着 那个父亲 跟我父亲 就在 他的治疗中吃了 那个中央吃了 大概 将近三四个月 嗯 后来 就慢慢的 他告诉我 现在 可以不死了 后面就不死了 不死了 难过的 一直到现在 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 先生 他那个高血压 从来没有伤长过 好的 有好多人 认为那个 高血压 不可治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 还没有严重的时候 高血压 完全可以治好 像这个病例的话 非常成功 经过三四个月的治疗 他当时的那个 使用那个抗高血压药 后面他 因为他自己本人 不会说话 他的高血压药的话呢 他自己就停了 一直在吃中药的话 虽然血压 在治疗过程中 160 160 到94 到95 左右 后面的话 血压已经下降了 这么久的话 从来没有上涨过 所以这个治疗效果 非常好 所以这就是说 高血压的话呢 韩斯可以治疗的 通过我们的 纯重药治疗 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 奉献法律师 因为在这里 他能够帮我帮我老爸治好了 因为我老爸也是个常见人 他又不会说话 又不会听到 因为我每天 就是大概是 就是五天了 五天那一次 每天一复腰 经常跟我复腰来 在这一期间 我也天天复腰到这里来 跟庞医生也是经常接触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蛮实在的 他的医学还是很好的 比一般的那些要好得多 但现在我也脖子有点痛 这个脖子在白发道具都整了 都没有事整好 也发了几万块钱了 现在我在这里跟庞医生 他刚出中药 我现在就没了中药 在他这里治疗 我相信他过一段时间 我的脖子也比好了 敬略尾巴 这毕竟是我的工作了 哈哈 好